最近我买了点小龙虾 好便宜的 你看是嘴痒了吧 是啊是不能回到自己了 这个呢 烧豆腐 你想太多了 先去把这个小龙虾洗一下了 哇这个好大啊 98万 哥们今天晚上就红烧了 你这样洗不知道洗到什么时候去了 而且又洗不干净 我告诉你一个简单快速的方法 加一点白醋 再放点盐 水越来越黑了 要再泡十分钟它还脏下 看吧 那把泥巴都吐出来了 这个方法是还可以 等一下我去洗小龙虾 你就把抽都拌过来好不好 这个要多清洗一点 姐今天这小龙虾怎么吃啊 这个抽豆腐刷小龙虾 这个能吃吗 等会吃了不就知道了吗 哎呀这个有点伤口啊 这个抽豆腐的话要过一下水 把水分沥干了炸的时候就不会爆油了 炸抽豆腐的时候油要少到六成的 油要多一点 这抽豆腐炸起来挺香的耶 抽豆腐本来就是闻着抽吃的香啊 你知道这种方法学生吗 不时代的 你就知道吃 那一块都骨起来就可以捞出来 用炸个抽豆腐的这个油来炸小龙虾 这也太费油了吧 也可以用水煮两分钟 现在把姜分包下 把辣椒倒进来 加豆豉酱炒出红油 把小龙虾倒进来 接下来倒啤酒 加生抽 加点蚝油 奶奶 这是香不香啊 香啊 香 炒匀以后盖上锅盖 焖10分钟左右 这抽豆腐还没放呢 抽豆腐不及嘛 放早了等下它都不脆了 现在可以把抽豆腐放进去 再加灵魂紫苏 再加盐 把炒匀 听说抖匀美食正在全网寻找一百位美食行业大师 真巧今天约了好大厨一起做一道臭豆腐烧小龙虾 快来和我一起为国炒打抠 助力国炒美食出道 做法的哦 就你怎么做的 来 那么都做得打隔壁 现在你吃一下看这个能不能吃 好吃 真的不跟小龙虾是绝配啊 多吃点 吃出来吧 一口就吃了 看是真香